应用网友要求我分享一下我当前这台电脑的配置 具体的配置单我打在屏幕的左侧 这台台式机是我自己亲手一个零件一个零件买的一个一个安装上去的 目前这个状态这个配置是我认为理想的配置 接下来的内容我会逐个一个配件一个配件的给大家讲解 当时是怎么买的花多少钱以及使用情况怎么样 给各位要装机的同学参考 先说这个机箱 这是FD叫分型工艺欧洲的一个厂商做的机箱 是一个MicroATX的机箱 小机箱 当时京东买的花了300多 支持两个机械硬盘三个铺台硬盘 外观又很小巧 现在这个机箱装满了是很重的 好下面说CPU主板 是我去年2022年夏天好像是8月中旬很热的时候买的 从淘宝买的 支持并不是很好 不如买华硕的那个TUF 但是各有各的优缺点买了整体上还是满意的 因为有一些小毛病 所以说我一直怀疑不应该从淘宝买 当时不如从京东买了 其实京东淘宝买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 我也查过了 后面再出问题就会想到是产品渠道有问题 其实不是 是心理作用 不知道这么说你们是不是明白 好下面说CPU12700 有8个大核 4个小核 一共有20个线程 它的TDP是65瓦 但是峰值锐屏可能达到150甚至到200瓦 它的性能应该够我用两三年的没问题 它比12600K好像要好那么一点点 但是对于我来说稳定性更重要 又不主要为了打游戏 所以说没选择带K的 它的价格也要比12600K当时也要贵一点 贵不了多少 下面是这个散热器 这是利民的 6热管 这个散热器从拼头都买的 花了不到200块钱 当时还有一个版本叫SE版 比这个便宜点 虽然它俩都能压得住12700 但是温度上会有一些差别 差的这点钱就无所谓了 好下面是风扇 有的哪说的哪 前面这个大风扇是14厘米的 本来有两个 前两天买了个4080 长度不够 就把那个下边的14厘米风扇给拆掉了 后风扇是利民的 前风扇就是也是FD的 跟机箱是一个牌子很安静 大概是600到800转 后面这个是12厘米的 利民的带PWM调速 这个后置风扇我给它装到了水冷的主板插头上 因为这个微星主板它的机箱风扇不支持PWM调速 这也挺讨厌的 好下面说内存 内存本来是去年8月份一块买的 从拼多多买了两条海盗船 两条16G DDR4的3200 但是用了半年总出问题 后来经过海盗船官方认定这是为假货 然后拼多多那家店也没了 最后拼多多平台给我全都退款了 后来我就买了金士顿的两条 从京东买的 花了500多块钱吗 还是挺好用的 用那个TM5压力测试人家测试了好几圈没问题 好下面说说这个显卡是我最近买的 也是这个电脑最贵的地方 对了忘说了 这个前风扇好像是25块钱一把 后风扇好像是70多块钱一把从京东 前面这是从淘宝买的 内存是从京东 然后这个七彩虹的4080ADOC 花了9300块钱吧 还送了点东西从京东买的 这个显卡呢 它的长度是33点几厘米 我这个机箱最多只支持到31.5厘米 看数据肯定是不够的 但是这个机箱风扇这个宽度占了2.5厘米 那如果31.5厘米再加上这个2.5厘米 那就是34厘米 所以说宽度是够的 但是这个显卡它写的是34点几厘米 从数据上看还是不够 但是后来我问了一下客服 他说是含左侧这个螺丝挡板的 那个螺丝挡板还占了1厘米 去掉那个螺丝挡板 实际上卡的长度是33点几厘米 所以说也是够用的 还能放你一个笔 还富于一个异地 它左侧固定用了三颗螺丝 占了三个挡板 后面有三个DP 一个HDMI 2.1 随卡附送了一个显卡支架 要买这种大卡的时候也要注意 它这个卡的高度 你看这卡的高度 还富于这么多 但是它有一个转接线 这个转接线还会有一些宽度 它会占一些高度 这个转接线 然后说说硬盘 这个主板带散热马甲 带了两个 都是PCIe 4.0的插槽 第一个是ET的三星的PM9A1 当时花了699买的 现在更便宜了 现在第二条还空着 准备再弄一个装上去 这个主板网口它是支持2.5G的 但是好多路由器都不支持 我用的是WiFi 它的WiFi是支持2.4G WiFi6E 这个电源买的比较早了 在这个位置 是海运的金牌全模组 叫DX Focus 750 750W 本来我在买这响卡的时候 这种响卡要求都是850W电源 后来我算了一下 还是够用的 它说的是350W 给它一个锐频到450W CPU给它到200W 这样一共才600W 剩下的100W足够 另外像这种好的电源 它说是750W 你给用到800W 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电源当时花了七八百块钱 是一个全模组的电源 剩下的就是两台显示器 一台是EW2880U农机的 还有一台是U27 U2D LC的 键盘是一个科知的K68机械键盘 这个键盘也很漂亮 是TTC的红粉粥 68键位 像这种键盘 最好给它配一个这种键盘拖 这是金丝楠木的 主标呢 是这个雷蛇的 正价应该是499 我花200多买的 是一个人体工学的主标 很舒服 电脑主要就是这些东西 有话得长 五话则短 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给各位参考